很美味 原來這道陳灣菠蘿 會好吃嗎? 陳灣菠蘿山最好 我的餐很美 我的餐也不錯 我看到你的名字是麵包鹽水的 可以不用浸泡 不用浸泡的话,就会很浓 不会的,菠萝不会的 大点好吃还是小点? 大点好吃 所在的位置是神湾 只要拍什么,大家有眼见 就是菠萝 阿叔说到神湾菠萝 重点是我自己也听过 爽甜多汁,香甜多汁 物味丰富 接着来的时间 看有什么好吃的神湾菠萝 走,入山 做了一个功课 神湾菠萝是拿了国家地理标志 所以才有这么大的名气 很有趣 山上也种菠萝 这么高山的菠萝 找当地阿叔问一下 哪位是强仔 那位是强仔 强叔你好 因为强妓 在门口看到 这里是你的菠萝 但是我想问你,神湾菠萝 就是在你的专业角度 你有什么好吃? 爽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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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菠萝好饭 又要浸盐水 我们神湾菠萝 一浸盐水就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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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吃 是脆脆的 不是脆脆的 你脆脆脆的菠萝 你不浸盐水就吃不下 吃的时候就行 很多地方的菠萝都要浸盐水 你先吃 你先带我浸盐水 你带我浸盐水 他经常说要吃 是不是 我去吧 哇,我已经刺到了 明白 这个就企理了 企不企理 没有选择 企不企理 那些熟的 批尼吃就可以了 吃可以了 就偶尔吃得很厉害 不是,一刀 我看见皮很薄 不是,皮很薄 不是皮很薄 她很正 Right 皮了那一刀刀刀刀刀刀刀 最开始都是神湾公寺 那些以前那些 滋生落乡的 那些已经种了 那时候嘛 刚刚开种 如果最高峰的是那十多年 那八几年我都全部种 全部都是有机肥的 用白鴿去夹长的鸡翅 你们也是,中山白鴿出名 吃鱼鴿 鱼鴿长的鸡翅 为什么要放这种? 因为它是新的,肥的 师傅,对不对? 5元 我只这样爬也行吗? 各位,我买 我真的好像爬鸡腿 长叔话话说 爽口 脆口 简直跟我们在第一个örowned食 一路吃一路 不停叩终 释到鸡腿来吃菠萝 原因很简单 因为口肉肉 10成是甜 I تc ralliesいた apl BB 一直在 Deutsche很哀 works 而且甜的 第四个等一下声 有一成是酸,少少的酸味,到最后还有一成是稀味 它始终是菠萝,甜到像黑蜜瓜似的,但它可以有八成是甜味 一成的酸味,一成的稀味,令它成为菠萝当中很少见的 一种吃到你真的有黑蜜瓜,像西瓜那种快感的水果 这个似乎是菠萝第一次给到我的口腔的快感 平地种的菠萝没那么漂亮,一定是山顶 这个比较少见的,山顶的菠萝 人家一般都是在河海边吃,但没有人这样吃 整个食物没有那么多,切开一块,一蛋一块 现在吃完,这样吃法 新鲜食,不需要浸盐水,不需要浸盐水 不需要浸盐水,一年都不会咬口 说肚质,说人的肥料,一定要对足肥料,对足肥肥 之前去年我们也买过神番菠萝 有人投诉我们,说这些小的正宗,这些大的不得正宗 不是的,没理由的,不关系的 你说泥豆有大有小,为什么有大有小呢 肥料问题嘛,它生成肥,生成肥,生成肥 然后里面有些小的隔壁 所以大小和正宗与否是完全不关系的 不关系的 这些神湾菠萝,好像比其他地方的菠萝 对啊 买到凤梨的价格 凤梨的价格比凤梨的价格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它是有个标价的 特殊有个标价的 如果说麻烦的话,可能成本就重了一些 面举方面又贵了 其实你说种着成本种下去,年年都可以收的 不是啊 不是啊 怎样啊 收了,又重新标到那些苗出来,重新种过的 哦,就是一年要种一次 对啊,一年要种一次的 市面是卖得这样的价格 你的品种和凤梨和除纹的菠萝有不同 又不是这样的 吃法也不同 明白 你都要吃,两样东西放在那里 那里按一切,那里按一切 来,抢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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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甜多汁,蜜味浓郁 是我对神湾菠萝今次来到的新的八字真言 因为咬到口的时候口感是爽脆的 然后再来才是甜味 少少的洁味作为收尾 但是不会影响它那种 很浓厚的甜味 这个是真的 价钱贵一点 没错 的而且又贵一点 强叔话事解 分分钟贵过凤梨 因为无他 服侍他的说话 麻烦一点 地理位置又要优势再强一点 贵肯定有他贵的原因 最好一样东西是他 而我看来的说话最好贵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你不用浸盐水 喜欢批皮起 钉 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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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你说不是的 喜欢豪爽一点的 找刀 软的软的软 软的软 软的软 又可以 总而言之 神湾菠萝会是 我觉得是 地标性的东西 神湾后面一定是跟菠萝的 就是 一个这么好的东西 想吃到这些 那么过瘾的神湾菠萝 方式方法有很多 上到淘宝上搜索品成记的 因素 又或者去到 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品成记 点击下方菜单 买买买就OK的了 神湾菠萝 一种 和我以往吃好的菠萝有 很大不同 相当个人的一款东西 喜欢真的可以试一下 Ciao